1.7.10 傳奇模組生存輕量版實況 第32集 今天我們又回來打這個凋零怪 然後來測試看看這個岩床 看能不能卡住它 所以說我們就用這個超電磁砲 它好像有一點要擠出來的感覺 不過呢好像擠出來了 沒關係,再來一次 沒中,再來 兩發必命 為什麽這次第一發的傷害怎麽高 我記得啊 上一次我們打凋零的時候傷害率沒那麽高 那我想想看可以怎麽修正 因為我們這個岩床上面的空間只有2x2 標準的話是至少要3x3才夠 2x2的話就會像剛剛那樣的凋零怪 它有可能會從旁邊擠出來 不過我剛剛看到一個狀況 假設我這邊如果再放一個火塞 補推上去 這樣的凋零從這邊的話應該就不會掉下來了吧 那就是等以後如果有要再打凋零的話再說 那今天拿到一顆地獄之星之後 我們要來幹什麽勒 那地獄之星除了可以做原版的烽火臺 或者是做我們之前那個天使的指環之外呢 還可以做一個東西也是我們這個模組包有的 那一個呢 就是 我們來看看 這個Proto的核心 所以說它需要8個終界珍珠的粉末 那剛好我們之前開寶箱的話是有機率拿到一些粉末的 所以我們也不用去浪費我們的終界珍珠 我們就可以合成一顆出來 所以今天的話我是要做Proto的Gun嗎? 不是,我是要做Proto Spawner 固定式的設施啦 所以我看看我的材料應該是夠 那其實做Proto的Gun或做Proto Spawner有好有壞 就各有優缺點啦 只是我今天要做這個原因是因為我想要做一個固定式的傳送門 就有點像我們用RF2的跨世界傳送門一樣 我這邊的話想要方便地傳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來來來來,我們往上拉 往上拉,往上拉,往上拉,往上拉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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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在北方距離我們7000格以外的地方 有一片新大陸 啊,這個是我私底下花了很久的時間 就是穿著我們的翅膀往北飛嘛 那我們飛這麽遠的目的就是爲了尋找一個生態域 沼澤生態域 那好,很幸運的我們終於找到了 不然的話不曉得要飛多久 你可以看到呢 幾乎都是海洋誒 我發現裝這個RWG真實世界生態域生成模組之後 這個陸地跟海洋區分變得超級明顯 陸地會變得更加的工整、廣大、頻繁 但是缺點就是海洋變多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你想要生態域也變困難 這個RWG可能之後也不會撞了吧 這個實在是有點麻煩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房間好了 目前這個房間有點像雜物室 就不曉得怎麽龜類的東西都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最後面這道牆 未來就當作我們各式各樣不同傳送的集中地 我們今天放的第一個傳送門就是這個 那別忘了就是最好擺距離地板一格高 免得傳送距離過長 因爲這是Minecraft的問題 可能瞬間傳送過遠 區塊來不及載路或怎麽樣的 你玩家可能會卡在地板裏面 那是個問題 好那這兩個的話是兩兩成對的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也是需要紅色訊號 這可能要先設好顏色之後再開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這把槍的顏色應該是這一組吧 它就是上下兩個顏色為一組 我們挑個中間的好了 最後面兩個的話是個人畫頻道 就是這個馬鈴薯槍跟培根槍 那這個比較適合在伺服器 就是大家彼此都不會衝突 不過我們只有一個人玩的話沒差 所以我們可以這邊一個顏色,下面一個顏色 然後打開,打開,它就通了 所以我們就先用這個顏色好了 然後這個開了之後就沒辦法點開畫面 只能敲掉它後面的方塊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北方七千格遠的那個地方 那好在我們本身已經有一把槍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走傳送門過去 不用再跑七千格遠了 然後我把我的女僕留在這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裏的環境 沒有錯就是這裏 那我們的北方有一片很黑很黑的森林 那個是Bioms or Plenty深層的生態域啦 但是不是很重要,我們用不到那個生態域 我們需要的是旁邊的沼澤生態域 所以我們這個傳送門的話要直接住在村民家 我們還是不要糾戰雀巢吧 我們自己在海邊蓋個離岸的臨時小屋好了 我直接拿了一個觀眾的房子蓋在這邊啦 就當做我們的領土又向外延伸啦 那對,說到這裏的話 其實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問說 都跑這麽遠了,為什麽不拉一條鐵路啊 只是我覺得七千格 這七千格幾乎都是海,也沒什麽風景可以看 那即便我們Traincraft它有提供超高速鐵路 但七千格可能光是跑一趟都要花上個好幾分鐘吧 而且你跑這個地圖 不管這個地圖是不是已經跑過圖了 你在載地圖的時候啊 就是會造成伺服器負擔或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啦 我覺得 與其整天在那邊坐火車 然後看著一片汪洋的海 沒有任何風景可以欣賞 那還不如就直接用傳送門比較方便 所以透過傳送門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當做領土的延伸 就不用管中間那七千格的海洋啦 所以說這一個建築的話是由我們的 葉明觀眾投稿的中士Gino圖書館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投稿其實是天字第一號房 打從我宣布說開放觀眾投稿的時候 第一個投稿的建築物哦 只是我拖到現在才把它蓋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freestyle的圖書館 這size也不小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要把它擺在哪裏 當然 放在這片荒郊野外的話也有點孤單寂寞 看是我們之後這邊要再多種一些房子 或者是再種一棟一樣的回到我們的主基地就行了 一直有大象的聲音 因為這邊是Savannah嘛 那我們有裝一個環境音效模組 那它會根據不同的生態域加一些很奇怪的動物聲音 所以它覺得Savannah 那這個熱帶 這個熱帶莽源草原氣候就會有這個大象 或者是熟貓 然後我在門口放了兩個警衛 就當作我們 就當作幫忙擋一些怪啦 我這邊就不插大火把了 因爲我怕插大火把之後會影響到之後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放個警衛 然後一進完之後就是一個經典的圖書館 然後這些都是隨便臨時安插的NPC 他們都沒有什麽功能 就在這邊看書 還有兩個圖書館管理員 然後到二樓之後就是左右分岔路 這邊就是拿好書之後可以在這邊看書 那我也沒有換它的椅子 就直接讓NPC坐下來 所以説一個非常自由的圖書館 那我就把它當作我們以後 就臨時基地啦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傳送門 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不知道把它放在哪裏呢 因爲我當初在選的時候想説看到這個書櫃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這後面嗎 沒有,我是想説把它放在這個書櫃上面 這樣子我們傳送過來的時候就剛剛好在這個書櫃 我們就把它稍微放高一點點好了 然後我們記得先挑顏色 再打開傳送門才不會出問題 一瞬間就回到我們基地 所以我們這個 連結的7000格遠的這個新基地就將誕生了 那我們之後的那個舊傳送門就可以隨時取消了 但是我們先把我們的女婆給叫回來 來來來來來來 我要聘請你 其實既然它已經過期了 對 我們先把它抓起來好了 哦,我發現在沒有聘請的情況下不能抓捏 這還真特別 所以至少一定要試聘請狀態才可以把它抓起來 好好好 那就當作一個Balance 只是它比較可惜的是你抓起來再放回去 它的聘請狀態又會重置消失 好啦,究竟我們辛苦跑了7000格 找到了一個沼澤生態域 究竟是為了哪一樁 就是,各位前方就已經看到這個 哦哦哦哦,好黃 這個是我們的The Between Lens 混沌益次元模組 或者是我們的冥界生存模組生存 出現的這個黑暗德魯伊的祭壇 那,這種祭壇的話 它只會出現在類沼澤的生態域 就包括原版Minecraft自己的沼澤 或者是其他模組都行 只要它登記的這個生態域名稱是寫swap 就是沼澤型的生態域的話它才會生存 而且它生存機率其實也不高就是了 根據config檔上面寫 大概是只有百分之一的生存機率 所以說我們現在一口氣就看到 一二三三四座 所以我已經調過它的生存機率了 因爲我知道它這個真的很難找 所以我就先把它調高一點 這樣我們跑圖之後會比較容易出現 好啦,那意思是說我們 接下來這幾集的目標就是去這個 The Between Land 冒險哦 所以要去The Between Land 冒險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 啊 幹什麽 沒有,再來一次 一直失敗 有嗎? 沒有,它傳送走了 不要過來 我的這個超電磁炮還在CD呢 今天一直失敗 你把它幹掉之後呢 它會隨機掉落一個特殊的東西 然後你至少要收集4片吧 然後它們的打人其實也蠻痛的 但是我的超電磁炮更恐怖 那它掉的這個Piece是完全隨機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拿它重複的 那它其實生怪磚就在下面那個啦 它會從生怪磚附近一直生 如果你不想讓它生的話 你也可以把生怪磚敲掉 居然繞背 再來 嗯 當然跟你説要看右邊那個電磁特效 但是 實際上在打架晃來晃去的時候 或者是走位的時候也是很難抓那個時間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默記啦 就是要練手感 不練的話還是很難 很多人説不用練啊,直接看就好了 你真的在打架的時候 你哪會一直盯著右邊看啊 當然是練手感啊 啊,終於有了 碎片蒐集完全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生怪磚敲爆吧 如果敲的爆的話 我們現在潛在水裡面敲很慢 好,敲爆了 那就剩下你試吧 PC再聯絡 好啦,所以我們蒐集完這四個碎片之後 就利用這顆祭壇我把它組合起來 那它應該沒有放置的順序吧 我們只要四個收集到就行了 就四個之後呢 哦,它就會開始播動畫 排列組合我們的法杖吧 GIME LAT 借助了黑暗德魯伊的力量 我們終於拿到了這個碎片 好吧,這是要從裏面拿 那這個就是某個特殊的圖騰或符紋 那這個東西的話拿去點樹苗就可以開啟通往異世界的傳送門 所以我們 我們的傳送門要開在這個地方嗎 還是開回我們的世界 這我不曉得咩 開在這邊好了 對,反正這個地方也沒什麽其他作用 我們之後有了傳送門之後 還是要再經過一個傳送門回到我們家 我們就拿一個樹苗 先把這些丟回家 來,我們尋找好一個地點之後呢 樹苗種下去 然後拿起你的法杖對它點右鍵 你就可以獲得了一個通往異世界的傳送門之術哦 只是我覺得它 比較不好的地方是你會直接被困在裏面 你一定要走到傳送門 可是我現在還不打算怎麽做 我先挖出去 這邊就可以關起來了 反正以後就是走旁邊傳送門中間就不會用到 那其實這個樹也蠻漂亮的 可以當成圖書館旁邊的一棵千年老妖精 千年老樹 好,那我們還不是要馬上進去異世界 因爲其實進去異世界之前有很多的美角要注意啊 就是在進入這個異世界的同時 因爲這個異世界它有經過特殊的設計 它就是要讓你完完全全的裸身去那個異世界冒險 所以你沒辦法把其他世界的食物給帶過去 任何的食物穿越這個傳送門過去之後會腐爛腐化掉 只是我沒有試過模組的會不會 我猜它可能是偵測說只要有保實度就會爛掉 然後呢,好像有火把也不行 因爲它們有自己模組的火把 那裝備武器的效果也會被削弱 就是之前跟小白競園玩的時候 裝備不會壞掉啦,但是就是 怪打你會比較痛 就是它就無視你的裝備 那你的武器,反正不是它自己模組的武器 去那個世界打也很不痛 然後工具也會被削弱 那總而言之呢 因爲其實我們混搭了這麽多模組 不曉得在跨模組的生存的時候會發生什麽事情 畢竟我們之前只有試過幾乎只有這個模組的生存嘛 不過我猜因爲它其實開發團隊那麽多人 比較用性的關系 應該也會兼顧到跨模組的東西吧 總而言之就試試看 那我剛剛也備份的地圖了 萬一我們過去之後發現一大堆東西都 都出問題了,可以再來一次 我們就是先過去看看這個異世界 究竟會帶給我們什麽震撼啊 啊對吼 在去異世界之前我們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移除掉光影模組 因爲這個異世界模組它有自帶一個光影 就它自己有光影的核心啦 然後會跟外在的光影模組衝突 然後這個衝突是絕對性的衝突 無法修正的 也可以說它們不想修正 在之後1.10之後的版本它們有修 可是1.7.10太早了它們就不修了 所以我們這個版本就只能移除掉光影模組 來進入這個混沌異次元的世界 好,我們移除掉光影啦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沒有任何光影 然後還有要注意是就算你沒裝光影好了 我們如果你有裝Optify的話 把Fast Render也要關掉 反正就是問題很多啦 就是它有自己模組內建的光影 要記得這些事情 當然以後新版本1.10,1.12之後 應該就會把這些問題修正 那我們就跳進去看看 究竟異次元會帶來我們多模組生存什麽樣的震撼啊 我們要穿越異世界咯 我們終於過來了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模組 可能就是1.7.10太久遠了 所以有很多Bug 有些地方設計很不良 就是第一個開圖的人進來 這個世界百分之百會卡住 我在玩冥界生存的時候也是卡住 然後你是完全卡死哦 而且你在卡死的過程當中 旁邊的怪還會來打你 就還蠻機車的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你可能各位先切個創造模式 然後再穿越世界讓它跑圖 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卡死 卡死過程當中你是連畫面也打不開 所以你可能要用伺服器把你玩家給踢掉 就Kick Player 踢掉之後你再重新登陸 然後你創造模式就飛起來 這樣子才會有問題 不然就請另外一個玩家把你TP到一個不會卡死的地方 不然在1.7.10這個卡玩家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終於過來了 那我就切成創造 然後剛剛我一直聽到我被打的聲音 所以趕緊踢掉 所以進到這個異世界之後 的確我們這個食物都腐敗掉了 而且你看連模組的食物都腐敗掉了 我們的Rashberry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吃不是這個模組的食物就對了 所以我們外面好像一堆的怪 有點恐怖哦 然後我們的武器、工具 它雖然沒有特別寫說壞掉的 但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也就是效果會比較差 那當然我們今天這集只是先過來看看 我們實際上正式來玩的時候 應該就是下一集的事情 我們確保一下這邊環境有沒有很危險 其實這個深層的地方有一點糟糕 剛好是在沼澤上方 附近完全沒有任何陸地 我那邊的想法是說如果剛好是陸地的話 我們可以蓋一棟房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傳送門 快速地往返兩個世界 在目前狀況我們可能要借助 應該可以用Protorgon吧 有時候不行嗎 如果可以的話 一收到這裏 可以 所以有Protorgon的話我們也可以 安心地跑到一個地方 然後快速地回家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好吧,所以我想今天這集就只能先到這裏結束了 下一集我們就正式的來 我們這個Between Lands生存咯 那我想這個異界生存跟冥界生存會有點差別 我們的冥界生存就是百分之百只玩那個模組 所以會比較刺激有挑戰性一點 但既然已經挑戰過了 我們就不用再這麽虐自己了 所以我這一次的玩法會比較强化一點 我們會想辦法借助其他模組的力量 比如說呢,雖然我們武器效果下降了 但我們還是有先天上的超能力優勢 我不確定這個超能力模組在這個世界的效能是如何 我們可以看能不能飛起來 可以 我們先隨便殺一隻怪看看 就是你 你有扣血嗎? 有有有,它扣了一半的血 燒電子炮呢? 還是殺的死 所以我相信 我們不會過得太辛苦就是了 我們唯一要在意注意的就是食物的問題啦 只要食物跟腐敗者的問題解決之後 其他都不是問題啦 所以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咯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期待下一集再見咯 謝謝大家 各位 拜拜 掰掰 我愛你